第五波疫情示弱 各行各業受嚴重打擊不在話下 新一份財政決案提到多項支援中小企措施 其中關於推行暫緩追討欠租的打算 引起商界業主強烈反對 但中小企就表示贊成 並且要求政府再次推行保就業計劃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事大報解 疫情之中最水深火熱的 大家都知道中小企 尤其是飲食業 零售 旅遊 這些重災區 疫情還可能要延遲了一段時間 財政預算案雖然提出很多方法 資助幫助中小企措施 下一次你有機會坐上我們台 過了疫情我們可以坐面對面聊天 那好吧 講起中小企在疫情之中的苦況 過去兩年我們這個節目都說了很多次 很多界別都說過 飲食 旅遊 酒店都說過 目前來說 大家都知道 處於疫情的高峰期 專家說高峰期都會過 有一段時間保持一個高原的狀態 可能要有一段時間才下降 現在來說 怎樣捱那個難關呢 和財政預算案幫不幫到我們呢 你怎麼看呢 先說一點點 你就說現在這段時間的高峰期 其實我們中小企措施了很久了 我們在2018年開始 中小企的月戰 我們已經開始捱著了 捱著 不過是不同行業地捱 那段時間就工業多一些 接著去到社會暴亂 你知道地方區域性影響多一些 零售 餐禁那些 接著去到疫情 就差不多全均覆滿 你要知道 工業可能很少少 因為其他地方 那一班 他們單是多了 但是近期你知道 車輪到香港的 那些花檢車 還有海運方面都出現問題 其實都是很大影響的 在上面的國內 他們閉嘴的話 是真的封閉成的 就是做不到事的 那這些就是工業的影響 不如我講回現在我們疫情 現在疫情 其實我們經歷這麼多波 這次其實真的很嚴峻 為什麼這麼說呢 那時候 那兩年的時間 的確是那些 餐飲 旅遊 零售 大家也推出那些 總之立命官方 在處署的那些行業 就出現受影響 和他們有關的社會出現 但是現在 這次 是連到以前 一直都不太大影響的行業 都影響了 例如哪些呢 很簡單 講我 一段期間 一段期間 很多時候很多行業 已經轉了 做網絡 網絡 拿紫綠紫綠 去賣走 其實我這段時間 很頭髮幾次 這樣走 就可以不用開車 什麼 生業服好很多很多 告訴私人 但是為什麼我都會說 因為我們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感染了 確診 接著有三分之一 就上班 三分之一 家人確診 我都不去上班 只要在家裡工作 基本上 如果我沒有影響 其實外面很多 很多 整個行業都亂了 你突然之間 請不到人工作 接著你又買電腦 給他們在家工作 所有東西 全部要買電腦 給同事在家工作 有些送貨 送不到那些 要找外面的車幫忙送 整個混亂程度 是我們沒有試過 這麼坦平的 所以基本上 有些人不想外出 也不懂 整個心情 送貨 就算送貨去 它上面都不接貨 要在下面放下 所以整件事 是很混亂的 現在 你現在說的這個 不僅僅是 比如說 你剛才說的重災區 旅遊 酒店 飲食 零食 包括其他行業的中小企 都受影響 是否 比如說寫字樓 都受影響 是嗎 是的 寫字樓 現在只有三分之一人上班 不過剛才你的數字 我都嚇一驚 你說三分之一 可能是你們會的成員 是否這個意思 其實我送公司給例子 有些是一半 有些已經開始全部都放空 是 因為公司有些人確診之後 他都怕全部 因為公司多人 整個三十多人 都全部都放空 是 有些外出的那些 是家裡出去出去 就回家 就不回家 就不回家了 是 會不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前五輪的防疫抗疫基金 都是針對重災區的 是 現在第六輪 就是自動波 都是針對重災區為主 最多加上那些什麼 髮型屋 按摩 洗碗 那些之外 是 按照你這麽說法 新出現有些 另一些重災區 或者在第六 在第五波的疫情出現 第六輪可能是 涵蓋不到的 是嗎 是 現在我的中小記都說 其實可不可以叫 裁員可以加多些 為什麽呢 其實第二輪那段時間 不是出席 那個出席 出席了那個補就業計劃 是補就業計劃 補就業計劃 是幫到全部行業的 不是單憶 是受災 受關閉的行業 是 那個行業 其實我們很想做的 因為其實我們 質量最重要 我們的成本 租金 人工 補就業就幫到人工 現在那些人 就被迫 確診那些就叫病假 不是確診回家那些 其實他拿了證明的話 其實他們差不多 創犯無分價 是 替工資那些 當然都給他病假 都沒有所謂 都沒有辦法計劃 但是如果你說 幾十人那些 一百人那些 其實那30%很嚴重 沒錯 所以變成了 其實我們出席問題 就是有些未適合的行業 是唯一得補就業 補就業那段時間 是適合到我們 例如現在的政府 所有的方案 就是被那些 真是統災區那些 就是餐飲那些 所以這件事其實 都影響大的 其實早上年的年尾 其實我們裁作預算的時候 我也見過了曹爺 那時候很開心 因為是說的快要通關 所以這次的算案的報告裡面 是說很多事情 是我們未來配合 施政報告發展 我們將來 什麼創方行業 什麼金融 文化交流 技術 我們那個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都說了很多話 其實沒有說到疫情 還是回頭 到後來裁人出個預算案的時候 其實都問了很多意見 關於如何救命 要救命 他的措施 其實基本上 其實跟以前差不多 只有兩樣東西不同了 是 消費券三馬 消費券一樣都幫到我們忙 但是現在都不出門 怎麼消費 大家明白 另外一個叫做百分百三保 加三馬 去到二十七個月 這兩樣東西都幫到 最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去放開一件事 立法 立法的租 要不讓大業主 或者業主追我們交租 不要走法律行動 這件事 其實我們中小企也支持 是 但是中小企也有小業主 都叫救命 是 沒錯 有關這個暫緩追討 租金的問題 其實我們稍後專門去講這件事 因為爭論很大 還有影響也很大 我們現在先說回 剛才說的就是說 現在新增加了的行業 都是受災很嚴重 但是第六輪的抗疫基金 似乎有沒有考慮這件事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轉換機會 加上去 行不行 我上個星期就和蔡爺 我們和我們商會的領導 和部長的開會 我們都給予很多意見 其實大家的意見都差不多一樣 再重啟補償業計劃 是 但是這次的計劃 就叫它包含的東西 就不是在大超市 是真的針對所有行業 而因為疫情問題 或者確實人數增加 而影響我們的生意的人 就是行業流 這件事我們有提議的 還有很多兼職 反正我們計劃 以前計劃是經營公司的 但是全香港是3.7公斤 即100萬人是在做事 是勞動人口 對 但公司是包含不到 大概1.6公斤左右 所以我希望這次保障計劃 是可以蓋上一些兼職 在工作的人 那裡如果是按照以往 那兩次的這個保障業計劃 那個是說另外幾百億來的 是不是 是啊 那時候是三百億 好像在那時候 沒錯 沒錯 就是說幾百億的 但是如果現在 在財政預算案裡面 沒有提到這個項目的話 但是它又預留了有幾百億 有二百多億 是作為後備備用的 是吧 那你跟財爺談的時候 有沒有考慮過 它有沒有鬆口 那些後備的那筆錢 現在總數是675億 就是總數 是吧 就是不計電子消費 它有六百七十幾億 是 那你那個第六輪保在業 第六輪那個防疫抗疫基金 去了二百多億 是吧 那就是有沒有機會 可以用那個動用那個 就是後備那筆錢呢 如果你聽到我們的意見 其實我們各個商店都不說 還有我們今次說 你記得那時候 很多億去到一些大企業 是 例如一些超市 大的財團 還有一些大的 例如私家醫院那些 其實那些是未必那麼受影響 是吧 是 包括涉本 是 那些行業 我覺得是針對性 精準些 其實那個費用 就是想想想 你給 例如某間超市的 那麼多億 其實你給我們 中小企業 幫很多間 嗯 嗯 才爺有沒有回應 有沒有一些 讓你們看到的 那些曙光的希望呢 他就 那天聽說的時候 他就說了 他就聽了我的意見 但他會考慮 但他沒有正式回答我 是否應付到 嗯 因為老實說 對 剛才你剛開始也說過 現在這個第五輪的疫情 比去年和前年一個 是有過之無不及的 那個殺傷力是 雖然病毒的殺傷力 不是很厲害 但是那個傳播失去那裡慘 所以變成整個社會牽動 是的 政府照計來說 按照嚴重程度來說 都應該考慮 就是多一些的部分 你現在那個 防疫抗疫基金 是因為第五輪用光了 前面那輪光了 你就要 就要立法會追加了 那現在是不是可以考慮 還有補助業這個呢 我都認為應該考慮 不過聽你這樣說 是 他還沒答應你的 是嗎 還沒答應 因為他也要回去 因為聽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這次我們全部都是 東小企商會 不同行業商會的意見 他一直都是 各國都回答了很多 不同方面的意見 才去決定一些事情 但是我們發聲 一定發聲 不發聲 他們不知道我們的追求 這樣我們都發聲 去幫我們這個網絡 好 休息一會 我們稍後回來再聊天 好的 歡迎繼續收看 時事大報解 我們今天有嘉賓來香港 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 麥美儀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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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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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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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有沒有一線機會 財爺會答應會有些改變 不過我有點擔心 我不是那麼樂觀 就是因為你動用多幾百億的數字 有可能 我相信 不一定顯示在財政優算案那裡 等於你去年 去年那個保就業計劃 不是 2020年底的保就業計劃 它都不是在財政優算案那裡提出來 是吧 它都是臨時單項提出來 我相信這樣可能機會就大 在財政優算案 要修改整個財政優算案 我相信機會就不大 不過不等於這筆錢就不會到位 好了 另外一個就講到這個 剛才提到這個 暫緩租金的 追討租金的問題 大業主很有意見是強烈反彈 是吧 他認為對他們不公道 不過我們大家都應該在這個 中小企這個圈裡面 就應該很明白 那個處境是很難的 是吧 你說你要追到行的話 你現在不立例希望暫緩 這個確是幫到的 不過還有些情況就是說 就是你不做過你不知道就是說 你要業主減租 你說要拖租金 這個是眼前的事情 還有一個驟忌的地方 就是小業主比較擔心的就是 我現在跟你關係搞得這麼緊張的時候 將來租約期滿的時候 你不租給我 那我就怎麼辦 是否有這個擔心呢 其實不僅是擔心 你覺得很對的 的確是 這段期間 其實立刻聽到消息之後 其實很多小業主就覺得 立刻可以暫緩壓力 和周轉壓力 但是再默默地想清楚 半年之後 三個月之後 我要還錢 我都相信 根本不可能 只知道我們沒有旅遊業的話 根本香港很靠旅遊業的那些外遊遊客 沒有那麼快可以遮蓋到 如果就靠內銷 根本就遮蓋不到 追回那條數 所以其實都擔心的 我當然要減到 這個計劃呢 這一個計劃呢 幫到什麼忙呢 只要這個立法幫到什麼呢 就很多 我想先說一下 很多小業主 其實在早期已經減掉了給我們的企業 如果小業主到很多地方 每個都減成三四成 其實小業主都很好幫忙 但是大地產商和大業主 就是一個問題 它是企業不減的 還有持交出日 我聽他們說 有些還要交立刻收利息 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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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7日之後不交 再收利息 然後一個月之後 就出了律師信 到現在 小業主和他談 暫時都不談 都不談 簡直站得很晚 小業主都擔心 糟糕 就算現在 財爺說 立法之後 就不可以 律師信 吹討 但是利息照 怎麼辦 剛剛上禮拜 都澄清了一些問題 就是說 利息都不可以再 都不可以加上去 我明白 不可以加上去 不可以加上去 但問題這就是 當然大家希望 坐下談 其實小業主 我們那些 中小企業 不是想賴租 根本頂不份 沒有不夠錢 我們只不過希望 可能九二期間 那些其間 可不可以 大股做了 免賭 然後回來 才開始 收回租 其他方案 有些 有些 其實他 如果我在商場 你知道我停數價 你就跟我零售 零售 零售 收入而計 比例 我有錢賺 你就賺 等於我們的員工 我們 你嚇小的時候 你只能夠大家商量 是否可以 譬如說 支一半薪 八折 七折 是的 你跟業主 是否都可以這樣談 什麼意思 是的 人家回復之後 就要付租 其實沒有人想賴租 因為我想做生意 也沒有想拖離 其實我們都擔心 幾月之後 擔不上接租的話 到時候我真的被人告 之後 是否才沒有法例 已經過了 其實這些很擔心 另外有些小業主 我們有些中心 有些小業主 有些很慘 他本身打算收一些租 其實是 他又不需要銀行借錢 所以銀行那邊 方便幫不上去 他只不過是收一些租 來幫補自己的另外一盤生意 有些傳統生意 收租來幫補一下生意 幫補一下出糧 幫補一下自己加計 現在收不到租 才爺說銀行可以延遲你還款 他都沒有銀行借錢 然後才爺又說 我會知道一些長者 靠收入收租來養活 他們又不是長者 是 我都求才爺 是否可以包括一些 這些老闆仔 可以幫幫他 所以無端端他可以遲到 現在變相 很重要 還要去銀行借錢 再按層樓 再去支助自己的生活 是否很慘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針對大企業 我都應該針對大企業 我都應該針對大企業 相當大企業 那邊多些 那些站得很硬 是 我聽說 就是 越是大的 就越是孤寒 越是小 就反而疏爽些 就比較 有些人情味 是否這樣的情況 因為他們真的打算大家控告 其實他們也不准你搬走 你搬走 等到現在的時間搬到租來 在那裏等疫情過 才搬你 即是說你全時錯多半年議帳 沒有每股入息 或者你要給人家 被人家倉修 那個時限就免到 其實他也很慘 是 其實他也想維持到 大家的生活 他也要維持下去 是不是 不是想逼你走 逼你們死 大企業就不行 大企業的企業 我現在都算數 他沒有看出我們中小企 他想著整個維持這件事 你不都會看 大企業的公司都 是不是 就算我減租 也不是減給你 我的心態不好 我聽到中小企業的香港 他們站得很硬 而政府這段期間 想打電話和他們聊一下 不如看可不可以 聊一下怎樣做 都不接電話 沒有空 沒有空面對面來聽 所以其實這是很大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 譬如說 給他立法延遲六個月 如果我現在生意 都沒得做 跟著幾個月 都是吃白果的 或者拍烏煙的話 我到六個月之後 一身債 我怎樣去還得到 都是沒有錢的 是嗎 所以說 其實我們的百分百 擔保貸款 增加了27個月的人工 加租金 這隻就拿大膽 記住 這些錢都要還 其實我們做生意 計成本 會有多少成本 多少支出 我們要賺錢 那個成本 我都沒得減 其實是 唯一是減租 有補助計劃 資助了那些員工的支出 才是真正幫我成本減輕 到我做生意的時候 我容易追上那條數 是吧 這些是我們做生意 計數的事情 是吧 如果做生意 應該明白 就是你不外三大塊錢 是吧 一個就是租金 一個就是人工 一個就是你的成本 譬如你餐廳可能是食材 是吧 你零售可能就是貨物的成本 是吧 所以你三樣東西 如果就算你現在 現在很多店舖 可能它暫時停業了 不做了 暫停了 是吧 冬眠了 它都要付租的 是吧 有這個問題 是吧 就算你薪金可以無薪價也好 你始終租金都是要付的 所以其實焦點 都是在比較大的地產商 他們是不是可以都能夠 體察到這個疫情呢 是吧 有些鬆手的 為什麼呢 如果你說共患難的 共過渡 是否大家一起共過渡 不就只有我中小聚去 但我中小聚沒有力量去 還有呢 剛才說 行業的成本 你記住 有些做引測的機器 正在按結的 美容院 那些機器都是在按著的 都要環線銀行 即是要供 那些機器還在供 是啊 我們都要做車的 正在供的 其實不用供 整個計劃裡面沒有提過 如果你供應會的話 可以就還式不還本 我沒有說過 嗯嗯嗯 其實這些都很大 很影響我們的 這些都是我們的投資 對不對 是 所以給家人其實是 我們多方面壓力很大 那個政府 正正說你講起核材 延長的時間 可以給借貸還式不還本 是否可以這樣做 那個只是給租金加人工 租金加人工 租金加人工 成27個月 是 最高到900萬 是 是 即是說其他東西是 是 對 是 真的 匯長 計算一下 是否真的 除了剛才講公機器 公車那些要比硬的之外 就是租金要比硬的 是啊 計算來計算去 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停了 他不做生意 住更加好一點 是否好一點 虧得少一點 我們那些 那些 那些就 不是不關 如果真的做政策 那些 那些 飲食業 你可能是怎樣說 你那些人上班 得良 現在他就無身法 你不要 不要理我幾張台套 你都要買食材 你不要客人說 我今天只有ABC三餐 我們塗三尖 走來 我們按他叫 即是縮小的範圍 都要預備食材 食材不可以不新� 要影響公司的度 對不對 所以變成你不開 好就開 是 其他的行業 有沒有同樣的情況 現在 最慘的 那些樓市正義 好像我們那些 補習社那些 補習那些 雖然你說Zoom 但是Zoom 和實體班學 興趣班 是兩回事 對不對 根本就沒有實體 回來 很多班都開不了 而且有些 不可以真的靠Zoom 來學上課 你畫畫 你怎麼可以Zoom 興趣班 沒錯 你學功夫 或者學運動的東西 沒辦法Zoom 這些其實 基本上是停頓了 但是辦公室 難道你的老師 怎麼放下 那些基本數 你都會請去 你不能留下 有時候 其實中小企 很靠員工 不是很容易請人 其實員工很幫助 沒錯 不是多員工 所以變成 我不可以說 我先解僱你 你先拿政府 100元的 失業的保障 然後我到時請你 是這樣的 對不對 沒錯 現在那個情況 做生意 最怕就是 虧或者賺 最怕最怕就是 不知道前景怎麼樣 不知道要捱多久 沒錯 你的袋子裡面的錢 可以捱多久 不知道 這是最慘最慘的事 是啊 現在的狀況 我們很多行業 是否面臨危機 真的會 說得難聽些 不幸 如果不幸 是否真的會倒下 我們香港很靠外來的 旅遊客 沒錯 其實Local 本身我們的內需 其實不夠支持我整個香港經濟 所以這個疫情 真的相當之水深火熱 那麼 才藝都說過一句 就是希望年終可以有通關 以及年底可以徹底完 但願他這個說法是真的 我們心中有數 可以咬上牙筋 好了 時間到了 多謝會長跟我們聊天 時事大報解 下回分解 下次見